我们趁着还是石狗公季节 石狗公比较大条 我们去完今次钓石狗公 就应该差不多钓了 大家好,我是Marco 欢迎来到首斯钓鱼频道 各位观众 记住你在看我钓鱼的同时 给个like我这一条影片 今日初六流 天气温暖 今日去钓鱼的话 鱼应该会很开口 以今日流水来说 钓吸水门大桥那边 就应该钓不到 青马桥的桥底更加不可能 今天我就用YGK4好鱼丝 一开二两门 三好奶脚 钓30g波子圆 今天我就准备了沙虾14两 一斤的死虾肉 和跟背的大眼仔 今次的沙虾我就养过夜 我是用干身 不用水的方法来养 我只是用两块湿布 下面只是有两个冰种 记住冰种千万不要碰到虾 或者装虾的容器 你看我的虾过夜之后 都还挺生猛 到临钓鱼的时候 都是发现它只死了几只 今天我们也有准备大眼仔 我们一早就跑到羊屋道街市买 最早7点钟就有货 我们打算买大眼仔来 博客有没有放鱼钓 鱼就应该不用想了 到晚点的时候 撕肉用来钓鱼都可以 一脚 是吗 咦 不是哦 沙蚂啊 哇 大沙蚂啊 哇 超贵的 哇 哇 哈哈 游一条 哇 哈哈 游一条 是游一条 今天uncle就是连起两条沙蚂 他是用青虫钓鱼 我们其实早上都钓过大理 试过去收费亭那边 完全没有鱼钓 用虾肉反而钓到小鱼 今天除了我 阿鲨 和uncle来之外 还有温文教练 我和温文教练已经钓过几次鱼 每次阿教练都钓了一条跟头鱼 不知道今次阿教练又钓了什么鱼呢 要拿捞机 不过这一条鱼就应该不是很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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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笑 鱼钓鱼 剪掉汽子 réuss 他在钓子 搞鬼了 这个月份青龙头钓口家都是很淡 是钓э石狗 和刷毛 开 monitoring 由海途 están钓鱼钓鱼向来 如果想过来一人钓鱼 都是遇及细理好少 即ства虫花蚂 我发觉 沙虾一阵子都不算 都可以赢一下我的分享 反正钓石狗躬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我已經轉了釣組 我用了一粒60g的子彈圓壓底 再在一粒圓上一開二兩門 釣石九宮的時候就不會那麼容易施石 用一粒大一點的子彈圓 可以令它更加化落底釣多兩條魚 其實你每一次下艇釣 留意一下艇家究竟用什麼釣組 你就會學得到究竟那類魚 用什麼釣組會釣得更加多 更加容易 因為艇家不會主動教你究竟用什麼釣組 只要你不斷偷師 不斷學習 就會學會怎樣釣魚 他們在海的時間一定多過我們 所以用的釣組一定是最精準 不知道你有沒有同意我講法呢? 我們臨收工之前 都會找回水媽釣回青馬橋那邊 看看有沒有大石狗釣 反正下午已經收了風 又沒有好像上午那麼大流 過去釣回一個小時左右就走了 如果閣下想找到我 或者其他網友的話 你可以去Facebook的 手絲釣魚交流群 或者Instagram那裏Follow我都可以 我亦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遲下我希望可以安排更多的網友 一起去釣魚 大家加入釣魚心得 今次我的釣魚分享 我就分享到這裏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我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我頻道 開啟右手邊的鈴鐺 下次有新片出的時候 就會即時通知你 來吧